首先我们热烈欢迎匈牙利华侨华人 返席教协会名誉会长 李永锡先生故地同游 丽玲指导我会工作 大家欢迎 李会长是老不打了 他在国外奋斗的多年以后又回到了 又回不去同时 屠生于祖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建设打潮之中 并且卓勇成效 加大业大 转身非常成功 激起华丽 他的这些经历 他的成功经验 由他自己相当地分享 与此同时 我们热烈庆祝关系 国际民生的中国两会 于3月5号在北京开幕 每年的两会 万众主动 受到国际 国内 社会的广泛观众 尤其 值得我们鼓舞的是 在2月19日 新华社 受传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坚持农业 农村 优先发展 做山农工作的 若干意见 这是二十四级年 第十六个 指导山农 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份文件 共分八个部分 在第六部分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保持农村社会 和谐稳定 第三项 持续推进 平安乡村建设 明确辅出 以还力打击 敌对使用 邪教否则 非法 宗教活动 向农村地区的渗透 党的十八大眼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先后发布过 七个指导山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这是首次 在文件中提出 要严厉打击邪教主持 在农村的渗透 这说明 中央高层 反邪教的意思 不是羞弱 而是加强 所以我们 论斗到了 最后 我们要像 理会长一样 弘扬爱国爱乡的 优扬传统 反对邪教 我们要共同行动 因为我们 是伟大的 严谎子孙 骄傲的 伦族传统 身上都流动着 滚烫的中华民族的血脉 我们的命运 与中华民族 心酸 息息相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新中国 经过七十年 披荆斩棘 异烈奸程 已经起跌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 被强加的吃 并将继续走向 中华民族的强盛 中华民族的复兴 所以 只要我们 众志成成 邪教主持 必将 无所得及 习大大 曾在新年贺词里说过 我们 都是 努力 奔跑 我们都在 努力奔跑 我们是 追梦的 只要我们 永不放弃 我们 一定会 梦想成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 匈牙利华侨华人 反邪教协会 民营会长 李永锡先生 讲话 大家欢迎 尊敬的 雍会长 和在座的 各位同仁们 下午好 我 利用 同仁信 我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推荐于 民营会长 实际上 我也没有资格 也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位置上发言 称门大家的台 我就简单的 说几句 其他的一些 国家的政策 刚刚 营会长都已经 说到了 我只要求 只有请求 没有要求 请大家 共同努力 把我们防协会 办好 办成功 我相信 在委会长的带领之下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应该会越办越好 我们 虽然我在国内 大家们在国外 作为 我 一个在国内发展的 一个相当于是 不成功的 在国外发展的 不成功的 侨民回家 为中国来发展 那么请各位呢 每一位 这个 协会的成员 要做好宣传 为我们中国在海外 站岗 放哨 至于我个人的 发展经历 我就不见了 谢谢大家